大家好 现在马上都要进入到12月了 为什么你的墨兰还不开花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墨兰还不开花的话 只要我们 补足这三个方面就可以了 第一个就是给它补足阳光 因为墨兰跟其他的花卉有所区别 它的叶片比较大 需要的光合作用比较多 我们最好这段时间 每天给它增加四个小时的光照 早上两个小时 下午两个小时 这样的话有利于它促进化芽 第二个就是给它补充叶面肥 我们给它补充叶面肥的话 一般都是使用这种高磷甲肥 磷酸热情甲 按照1比1000的比例兑水 然后给它5天左右喷一次叶片 大家给它喷湿叶面肥的时候 也要注意一些细节 不要给它喷的太多 不要给它形成小水珠 这样的话就不会流到叶芯里面 造成肥害 同时我们用磷酸热情甲 按照1比1000的比例兑水 大概1个星期到15天 给它浇灌一次涂养 给它叶面补肥的同时 这样的话会达到更高效 第三个就是补足水 如果这个时候水跟不上 那么也是会影响到它的生长的 我们最好每天早上下午 都给它喷一喷水 按照刚才所说的补肥方法 给它喷一喷水 所以大家养护的木兰 到这个时候还不开花的话 大家赶紧给它补足 这三个方面 就能让它这个花茧很快长出来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